不用提前发面,1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葱香椒盐香煎小花卷 底部金黄酥脆,表面松软咸香,可好吃了 全家老少都爱吃,就连新手小白也能一次成功 300克面粉加3克发面旺,用它就不用提前发面了 再加180克温水,揉成光滑细腻的面团 不用发面,直接擀成长方形的大面片 淋上适量的香油,这样吃着更香 抹匀后再撒入适量的椒盐 还可以用它做椒盐烧饼,椒盐花卷,做菜都非常好吃 也可以撒上少许的葱花,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卷起来 切成大小等份的剂子 捏花卷就简单多了,两个重叠,用手先伸长 然后再对支扭一扭,一个漂亮的小花卷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,摆入饼锅中,盖上盖子,形化至体积明显变大 然后开中小火,先煎一分钟至底部金黄 倒入我们调好的面粉水 盖上盖子,开水煎包模式,直至把里面的水分收干即可 时间到了之后,打开盖子,淋入适量的食用油 这是底部酥脆的关键 翻过来看一下,各个金黄酥脆,冰花非常的漂亮 颜色诱人,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装入镂筐中,单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一口一个,酥脆焦香,松软好吃 一次做一筐都不够吃的,喜欢你也试试吧 有点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